你给我一段时光 留下来想念 记忆中刻下模样 不带走遗忘 你就像一轮太阳 耀眼的光芒 你是我的 一念时光 那一个温柔眼神 让爱情释放 每一次双手牵扣 心脏也较亮 不再衡量现实与理想的重量 你是我的 一念时光 就请你带走我的心 甜蜜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 都已融化 在你微笑的脸庞 从辗转难免的长夜 领悟未来的图画 会本离是我们的 一念时光 女孩吃醋什么样子 我比你了解多了 你解释一下呗 会吃醋就说明喜欢你了 不知道 这种乱七八糟的问题 谁会闹得去想 你还真别说 这石小念啊 还真有两下子 以柔克刚 你看 这下总算是帮你 稳住了恩义的基础 你说这帮人要是真走了 看你怎么办 走就走呗 不缺他一个 谁让他多管闲事啊 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机不可失 我用我的精神经理告诉你 人没了可就没了 我要是早知道 你哥会在这个年纪去世 我就天天跟着他 一刻不理地缠着他 好好好 不提你哥 我有一件事得告诉你 你爸妈那边联系过我 什么事 他们怀疑石小念 就是你曾经说过的 和你哥车祸有关的人证 你怎么说 我当然糊弄过去了 我希望哭天抢地 一提你哥就气不成声 话都说不清楚 晓鸥 我希望你不要查下去 我希望你去过自己的生活 但是如果你查出什么 一定要告诉我 我跟公寓 本来应该有个幸福的开始 有关他的一切 我都想知道 我很快就要回英国了 你爸妈那边 你暂且放心 这几天我会去缠着你妈 逛逛街买买东西 喝喝茶 让她腾不出时间来管你 好啦 一看你就没心思跟我说话了 快去吧 加油哦 拜拜 拜拜 无聊 不过既然她 行答应我 我又不吃亏了 是小念 我说的散心是出国旅游什么的 不是到这种地方来逛的 你这不是坑我吗 对于我们没钱的人来说 散心就是逛街 吃好吃的 你作为一个总裁 履行好自己的使命 不要老想着玩 我跟你讲啊 当总裁可是很累的 不如你到我们公司来 体验体验总裁的感觉 当总裁啊 我也想当总裁 不过我想当的是出版社总裁 我二二能当的是出版社总裁 我先把石耀宁的梦画出版了 你又做白日梦了 有梦想是好的 今天事情有点多 我还在公司呢 你放心吧 药我都吃过了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明明不在公司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秦 秦初 你来这儿吃饭 你管人家来干什么 没吃 大煲了点 那你多吃点 人家吃多少跟你有关系吗 不好 那 你们也赶快去吃饭吧 我先走了 秦初 那个鸡皮回家热一下得吃 要不然对胃不好 还不走啊 你再不走 这个傻子就要跟到你家 就给你热吃的 说谁傻 再见 秦初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能不能改变一下 你说话的风格 我怎么了 说错什么了吗 饿不饿 你多吃点啊 我还想多吃点呢 你不是刚说完自己饱了吗 什么情况呀 请问各位要吃点什么 刚才那个人点了什么 我都要了 刚才已经走了很多波了 您说的是 招牌菜了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店里面特别的忙 招牌菜已经卖完了 最后的鸡皮也刚刚被点走了 你看你看没有了 走吧 咱们再改进来 坐下 石小姐我告诉你 发现我的事情 叫说到做到 好 行 老板 你冰箱里应该有明天的备货吧 有是有 但是也没穿 也没解冻 你看我现在这儿人手也不够了 没事 没事 你忙你的 我来 你们那桌 还需要鸡皮吗 我们要 谢谢你 我来穿 好 帮忙 你什么时候你都走了 你说他们几个什么关系啊 什么情况 那请问您还要点 我穿都要了 小迪 你怎么回来了 你今天不是要住剧组的吗 我们戏那个男主员请假 晚上的戏部拍 就提醒回来了 你从公司回来的 你去小吃街了 如果就买了一点 我去热一下 我去看看 先出了 你下午 下午 怎么了 没什么 好香啊 好香啊 你要不要吃一个 算了算了 这么晚了 你肯定不会吃了 吃 当然要是 你买的 因为健身也得吃啊 好啊 那你多吃点 都怪这施小念 本来好端端出来逛逛 现在当好 变成穿鸡皮到天亮了 你哪只眼睛看见到天亮了 再说 就你穿鸡皮的水平 能穿过我 那要不咱再回去 回去穿个一百穿 看着谁快 行吗 您自己去吧 嗯 没有 干了这会儿活 我还真有点饿了 你好 你这鸡皮 石小念吗 石小念她在等后书考好呢 马上就好了 好了 晚上趁那么油腻 快喝杯热茶 还能闹着 谢谢 对了 刚才回来看你愁眉苦脸的 什么事啊 剧本台词有点长 你加倍不下来 台词长是好事啊 出门戏分中 天初 我之前有东西落在办公室了 下午打电话去你也没在 你下午去哪儿了 哪儿也没去啊 哪儿也没去啊 小蝶 改天等我闲下来 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里啊 你 来 楼哥楼哥不要错过 抢上我的招牌鸡皮 老板拿走 这些我都要了 这么多你都要了 这可是拿出来的备菜 你不拿走哪有客人啊 我可没这个意义 真难吃 公公 你给我站住 你到底发什么疯啊 发疯 我没发疯 我好好的 我发什么疯啊 没发疯 那你这是什么 浪费疗是 拿过来了 没不让你吃啊 那是什么问题啊 因为沐千初 你跟沐千初之间 有什么问题吗 我跟他之间 什么问题都没有 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一副 没出息的样子 你能不能讲点理啊 就算你是我朋友 也不至于管这么宽呀 之前你让过 现在又不让我 把我当成谁 我的事情 还不需要你来去听话 上不上 你能不能讲 有什么事 那你能够记住 小姊姊 我终于把你个西光小路送给你了 我今天能站在这里牵着我最爱人的手 我觉得真的很幸福 你的姐姐可以吃哑巴亏 可是我就难说了 只要你表现好 一切都好说 小姊姊 早 孙社长一早 孙社长 你姓孙吗 孙 生 傻了吧 怎么喊你呢 我 请吧 孙社长 早 早 早 走 孙社长 你够吗 嗯 等一下 首先能告訴我這是個什麼情況嗎 因為龔先生收購了出版社大量的股份 所以現在 NE是出版社最大的股東 根據股權收購書以及相關合同 龔先生委託孫小姐您 成為出版社的管理者 也就是說 您現在就是新任的社長及主編 是這樣的 沒錯 所以 公欧收購了出版社 謝謝師傅 謝謝師傅 師傅 我們都算成了 一塊多多多多多多多 我以後就是同事了 我以後就是同事了 公欧真的收購了這個出版社 讓我做社長 姐姐你怎麼還不信呀 剛才核子我們都簽了嗎 天啊 我們上次都碰到 你簽我幹嘛 你欺你自己 我居然在有聲之年當人社長了 你怎麼還不信 真不枉費我一直看好你 你一定要說霸道總裁嘛 就得像他這樣 像目前說 送什麼 戒指 胡編典禮 那都太小意思了 你看看我們龔大總裁啊 一出手就送我這麼大一個出版社 你怎麼 冒話和網文都不是這個劇情啊 按理來說 公公大總裁 至少得看上我點什麼 才會有這麼大的手筆吧 姐姐 我拜託你先自己打量一下自己 你從頭到腳 哪一點像女孩 我們小老闆口味在中 也不會喜歡一個男的嘛 無所謂了 反正我占了這麼大一個便宜 要是公公真的喜歡我的話 我也不介意啊 我跟你說啊 我預計打理這個出版社 會是很辛苦的 你看我之前的總編黃身 操心操點 你頭髮都快掉光光了 你到底想說什麼呀 龔總有沒有說 我工資的問題啊 不對啊 我現在都當社長了 應該是年薪吧 年中獎和分紅呢 股權也得有吧 好好當你的社長 問題這麼多幹嘛呀 你說不說 不說啊 我走了 我真不知道 小老闆也沒跟我說呀 收購的事歸投資不管 你的金金歸人事不管 不歸我管 但你要是真不想做這個社長 我可以去跟小老闆說一下 嚇唬你的 你當我傻呀 這麼好的餡餅我不接 不過小念把以前的漫畫截稿了 不打算出版了 我打算把他新畫的漫畫 推向市場 把十二年打造成一個漫畫新機 也就是說 那本漫畫首寸的最終結局 時效已畫完了 大家聽到大家聽到 從今天開始 重要的文件屏幕 放在我辦公桌的左邊 劉承文件簽在 放在我辦公桌的右邊 幹活去啊 丸子 怎麼樣 明天出來吧 嗯 打擾一下 這是你的咖啡 謝謝 請慢用 幫我來杯釀呢 好 還黑咖啡 你不是都喝焦糖馬七肚嗎 怪物偏執狂出版協議 怎麼樣 怎麼辦了吧 怎麼辦 我 明白什麼了 你 偷走了出版社的公章 我要守的那個能耐 我就不坐在這兒了 不是啊 那你偽裝成工作人員 進去把出版社的 合同偷走了 實想不明 我在你心裡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啊 鞒子 你想開一點嘛 失敗只是暫時的 咱們堅持一下 以後會好的 等 我不給你多說 你趕緊給我簽個字 我帶你去見主編 到時候你就知道 這事是不是真的 我拿我的男神 賽巴斯立安跟你發誓 如果這份合同是假的話 我喜歡的翻明天就完結 漫畫永遠不更新 現量版的手辦一秒就賣空 我喜歡的作家永遠不出刊 廠旺 好 我 Worth被詢募 我喜歡的 還要說 我不給你 群雞 好 下好 石小姐最近 我说的是出版社 不是施小念 问出版社不就是问施小姐 孙杰平当上社长之后 大量削减了出版社的文字内容 准备把出版社往纯漫画方向改造 最近跟他建了很多数据公司和网络公台 据说还准备和看漫画爱国联合起来 把施小念打造成漫画界的新兴 可以啊 什么大改革 什么大改革 瞎遮的 瞎遮的 不知道当时是谁啊 一看到女孩子哭我 就怂恿我收购出版社 那是我做的我最错误的 你怎么了 没事 小老板不是您早有这个意思吗 我就是顺手推舟了一下 毕竟早在我看到那个奇怪女人哭之前 您就已经让投资部去打听出版社的收购价格 我想什么 你倒是一清二楚啊 要不你别给我当助理了 我给你个部门经理当上怎么样 不不不 我 我不是你 还敢顶嘴 长本事了你 说吧 怎么惩罚你 下个月工资可多少 我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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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小时 行吗 我听孙洁平说 施小姐把她画的 关于沐千初的漫画结尾了 知道了 你站好啊 对了 你最近和那个孙洁平走得特别紧 你可千万不要把我们拿到漫画手稿的 复印件的事 说漏了嘴 明白 明白 不过小老板 咱们是不是有必要 把施小念画的结尾拿过来看一下 没准和咱们手上的复印稿一对比 能找出一些关于大老板车祸的线索 这倒是提醒了我 你一定知道arla 不过很久 也有没有 有话 不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公寓的为人处置相比 你连他一臂手之后 都比不上 怎么会一点线索都没有 难道石小念 真的跟我哥的车祸没关系 可这本梦话 怎么会出现在现场啊 石小念没有丧 陪伴目前处长大的人 是他不是石敌 石敌才是那个家王 李生 光欧为什么要收购出版社 你们N1不是专门研发手机系统的吗 怎么又转行了 小老板他就是 是 就是听说你要做事业嘛 我是要做事业 然后他就给我收购了一个出版社 这不符合他人设呀 他做什么事都是很有目的的 有问题 你说 你快点告诉我 你要不跟我说 我今天不跟你回去了 以后我也不回去了 那我跟你说了 你别告诉小老板 我不告诉他 你告诉我 我个人猜测啊 可能是因为你上次帮他安抚了那些员工 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感谢 你知道他这个人吗 反正就是这样 我依旧只能用这种方式 表达一下感激 他给我收了出版社 是因为他不敢跟我说谢谢 那这个礼也太重了 我都不敢收 而且我就顺手帮他一忙 他真的这样吗 他这么做 我反而觉得很有压力 那你别跟我说 你们两个人自己交流 小老板 也真是 万里挑一的奇葩呀 而且是奇葩中的战斗机 咱们去前面那超市停一下 煤点鸡蛋和大米 无论怎么说 我还是得对他表达一下感谢 蛋炒饭走起 看不看 觉得饱了 谢谢你呀 工 谢谢你帮我投资的出版社 我特别开心 感动 不过我觉得你做得有点讨帅 你别想太多 我投资出版社 不是为了你 我是为了我 那你干吗收钱投资出版社 而且还让丸子做总编 还给我出版漫画 为什么 你觉得呢 难道你喜欢二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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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思路被你给带跑呢 我是说 你投资漫画领域也是好事 但是你不至于投资我吧 我虽然对自己挺有自信的 但我怕我影响你的投资 连累你 你想多了 我只是不小心进了你的房间 又不小心打开了你的电脑 然后不小心看到了你画的漫画 结果呢 你画得实在是太烂了 我在想啊 如果靠你自己的话 估计这辈子都没办法出版 我画得烂 你去问问丸子 宇宙细腻无敌 美少女低于 什么破名字 你果然对自己是盲目的自信啊 那当然了 不过虽然你画得烂 但是呢 你是以我为原型 故意好好我画的漫画 所以啊 再烂也得出版 不然别人以为是我没市场 也会影响恩义的声誉 所以我想了一下 倒不如 直接投资一家出版社 及时止损 花钱 收购出版社 及时止损 这什么思路啊 你不要一脸没出息的样子好吗 等我吃完饭 那把碗刷了之后 就好好地去画漫画 我现在对我自己的漫画形象 非常不满意 你最好为着讨好你的投资方 改变一下自己的画风 还说我 你这个人 你再说我坏话 你听到了 发神经 虽然我这辈子可能会一直做一个 名不经经传的小小漫画作者 但是漫画就是我的表达 它可以表达我开心不开心的事情 有的时候漫画 比我自己更能了解我的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在吃饭啊 吃饭也算说话吗 声音挺大的 你是一种表达 这些我不都伤了吗 这怎么都回到中边了 我只是不小心进了你的房间 又不小心打开了你的电脑 然后不小心看到了你画的漫画 我 你个怪物 拼直奖 你说对了 在你的所有作品里 我只对这个感兴趣 其他的 都太一般了 你快把东西划给我 东西 什么东西 你说什么 没 没 没什么 你慢慢玩啊 我先走了 来都来了 还什么修嘛 你快把衣服穿上啊 这件T恤湿透了 我穿在身上非常难受 所以就脱掉了 况且我们俩这么交流 不更是坦诚相见吗 谁跟你坦诚相见啊 变态 我问你 是不是你拿的我的东西 不是拿的 是偷的 笑话 这里是我家 我在我家里找任何东西 都算不上偷 况且 那个手机模型本来就是我的 物归原主而已 我说的是漫画手稿 就是我画的签出的那个 明明放在抽屉里 怎么就不见了 就是你拿的那个 绝对不能丢失唯一的纪念 你签约了出版社 可整家出版社都是我的 所以你的手稿也是我的 至于你的漫画手册嘛 是 是我拿走了 并且看了两页 的确太一把 你还看 那 那是避命 隐私 你一个堂皇大总裁 偷归别人隐私 还直接偷走 无耻 我再说一遍 这里是我家 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算偷 我本来 打算再给任何人看的 是吗 你帮我找回了手机模型 我买了一家出版社给你 这个人情可不算小吧 所以 你打算怎么谢我 你 你一公公是个大魔头 怎么会有人有这么多恶劣的品质啊 自私暴力 粗鲁 还堵衣服 真的是 别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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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晓妮 你怎么老想着呢 你不会被空虎给诱惑了吧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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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越想脸越烫啊 是不是 施晓妮 看完我美好的肉体 自己躲在房间里回味的是吗 你 你怎么这么得意啊 我 我疯了 我想你 好啊 那我也就不用跟你解释 为什么我拿走你的漫画结尾了 晚安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是回去了吗 你怎么在这儿啊 是啊 我是回去了 你为什么拿我卖画 想知道吗 我看 我看 有陷阱 进来 你怎么会有这个啊 你可以 谢谢 我在这儿啊 你怎么会有这个啊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这套复印件 你交给过谁 我就交给过 出版社原来的黄总编 因为我本来是要出版的 按照流程 我得把手稿给他复印 也就是说 你把这些手稿 交给黄总编之后 这上下两套 你就再也没见过是吗 理应是这样的 可是现在我也糊涂了 你 你是怎么拿到的 这几张 是在我哥的车祸现场找到的 车祸现场 怎么可能啊 我发誓我没见过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 我一开始 就把你找到我家里来盘问了吗 这里面有太多我解不开的谜了 我之所以拿走你的漫画结尾 是想看看 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原来是这样啊 可是这些漫画 让你失望了吧 你刚才说 你把这些手稿交给了出版社总编 除了他以外 就只有我和丸子看过 丸子 我是信任他的 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看来 要先从这个杂志社出版总编下手 那个 如果没什么事了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拿走吗 如果有需要 我是说你要调查还是什么线索的话 你再管我药就好了 这我先拿走了 还有今天这个被你拿走的事 就先搞一段落 什么 公欧收购了一家出版社 你确定吗 这个公欧 果然比我想象中厉害 不能小瞧他 他要是单纯的投资还好 要是有什么别的目的 注意盯紧他的动向 诗笔姐 微笑 好 漂亮 好 诗笔姐 你什么时候穿车会晒 我等人喝一喜酒呢 快了 等回头 你可得把我拍好看点啊 好 一定的 杜正老师 你姐吓什么 很厉害的 你看他画的这个总裁 又蒙又钟了 听说是有原型的 好想打听一下 这作者叫什么名字啊 我有时间我也想去追一下 叫 石小练 你刚才说 谁的漫画要连载 春兰 小练的漫画连载了 是吗 真的 手机新闻上写的还能有家里 快 让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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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咱们家小念真有出息 怎么都是字 没有插画 你快找找 他画的是什么呀 你看 上面说了啊 漫画主人公 以恩一总裁公欧为原型 老师啊 刚才瞬间我的心啊七上八下的 这下我就放心了 我真怕我们家小念画的 是千初 那到时候小蝶就会一共一不老 那所有的事都会瞒不下去的 照理说啊 我们家小蝶 成了大明星 架了豪门 咱们家小念嘛 又有出息 当了漫画家 可是有时候我真的希望 我这两个女儿 是普普通通的孩子 我真的不希望 看见他们俩人 那么地敌视 你也知道 这俩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 手心手背都是肉 每个疼 我这心里 都不好受 好了好了啊 别想太多 不会有事的啊 我们都走过 时光的体验 谁不是水面 另一个倒影 颠倒背心 学会遗忘记起 风试着将 搏着抚平 我试着将一切抹去 我和你之间 我和你之间 有透明的墙 借你目光 探索柔软的窗 颠倒露 颠倒山楼 是否能倒转时光 你拒绝 你拒绝牙 你拒绝牵手的邮件 闯着送你的全世界 你和我之间 有透明的墙 要给你 要给就给万全 要收就输 全部 我再给你 可誓言太潦草 领悟太脏俗 难以短路 我们颠倒无数 这一场宁愿孤单 不辜负 不辜负